韩文队扣球先得一分 现在是1比0 现在韩文队发球 好球 换发球 2号李燕 李燕这个电源在比赛里面发挥的不错 这个电源是19岁 身高只有1米780 来自福建的一名主攻手 和他打对角就是11号孙悦 两个副攻手是赖亚文和王仪 主要传的是7号和其接二传是崔永梅 要求 好球 得分 3号崔永梅 现在1比1平 现在中的发球 中的发球是2号李燕 大家可以看到韩国队这个遗传到位率比较高 所以遗传到位率组高以后就能够组出去快攻 这个实际上打一个被溜的背后的短瓶块 现在韩国队都要发全 现在比较还是1平 韩国队在比赛里面主要二传是5号李助阵 变成是5号李助阵 3号崔永梅 我们向南架界由于韩国队他技术比较全面特别防守反击好 所以他串联技术比较好 尽管他前排拉网的高度不够 但是他后排的防守好 所以这样的话想一板打死不容易 这样的中国队的教练员就特别嘱咐在这场比赛里面 关键是不要急 不要急 不要想一板打死 而且要冲 一分一分的拿 同时要抓防守反击 现在韩国队都要发全 观众朋友 现在您看到这第二局的比赛 第4号是张云席 大家看他的一些小球的技术确实不错 好球 11号崔永在3位的跑动进攻 但在这排球比赛里面这个进攻点必须要多 进攻点必须要多 而且要避开对方篮网 现在是一平 中队发球球失误了 现在换马球 这是中国女子排球队 在本地奥运会的第二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 中国队以3比0胜了荷兰队 获得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这是第二场 好好球 6号王仪 3号位进攻 中国队要想在比赛里面组织起快攻的战术 首先要加强一圈的到位率 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 一圈到位率不是很高 是发球得分 现在发球得分 11号 11号孙悦发球得分 现在中国队 中国队是2 比赛里面组织起来 现在中国队在3比1 中国队在3比1领先 中队发球还是孙悦 放大球 看上第10号这是瓢水晶 速度了 目黄会 是 不 尽不 水晶 将的时候 看到地面组织起来 8 现在三比一线中队发球 中队发球是7号合棋 换把球 大家看在这11号 这11号是洪志炎 这个是副攻守 一传道意率不高 被对方打探头球 现在比输是2比3 现在韩国队落后一分 中队扣球球支线 3比3平 韩国队发球球支界 现在换把球 韩国队失误了 现在中队得分4比3 在这季比赛里面 韩国队出现联系 出现两次失误 一个扣球失误送了1分 一个其他失误送了1分 现在中国女排是4比3领先 中队线发球6号王仪 对方一看也没有戏好 帮好反击 好好球 扣球球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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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在选择 她做出发 TEAM 再次ch 谢谢您的方式 打拳 动 结论您的支持 不愿意 不愿意 谢谢您的朋友 谢谢您的支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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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